加拿大一架空军直升机 星期二早上训练时 坠入沃泰华河 造成两名加拿大皇家空军部队 人员死亡 但是机内另外两个人 则是逃过一劫 已经送往医院治疗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证实 两名空军成员丧命 并且向遇难者的家属和同事 表示哀悼 出事的直升机 是一架CH-147F奇努克 杜鲁多就表示 目前还不清楚坠机的噪音 当局将会展开彻查